現在家庭主婦好辛苦 下了班之後呢 煮飯 燒菜 還要洗衣服 洗衣服簡單 因為有洗衣機可以幫我們帶牢 但是摺衣服怎麼辦 現在跟各位介紹 輕鬆翻摺一半 馬上就快點幫我們解決掉這個問題 以前媽媽叫我們摺衣服呢 都是領子對領子 袖子對袖子有沒有 然後呢 對著再對著 像這樣子的小件衣服 放在衣服裡面呢 大件蓋小件 小件衣服永遠找不到看不見 當小朋友翻箱倒櫃 找出他的衣服的時候 媽媽呢 這些衣服要重新再整理一遍 我們說做家事只要做一次 不要做兩次 現在教各位如何使用 輕鬆翻摺一半 家裡面的餐桌 茶几 床墊上都可以輕鬆使用 衣服縮起不用燙 正面朝下鋪平 輕輕鬆三個動作 衣服就整理好了 這麼輕鬆這麼簡單 像我們從專櫃買回來衣服一樣 這麼整齊這麼漂亮 不是只有小朋友的衣服可以摺 像這種大人的 Holo 3 T恤一樣都可以摺 以前媽媽說衣服不要摺 用吊的有沒有 吊久了記得 毛衣 棉衣 針織衣 不要用掛了 掛久了之後呢 會長出兩個角不好看 我們只要衣服拿出來 正面朝下鋪平 短袖的部分不管它 下擺操作的部分往內收 摺衣服呢 就是這麼輕鬆這麼簡單 這個超過的部分 千萬不要拿剪刀把它剪掉 我們只要把它摺過來一次就可以了 摺衣服呢 就是這麼輕鬆這麼簡單 不管我的衣服呢 二樓三樓 摺出來的尺寸 大大小小 通通都一樣 就是這麼整齊這麼漂亮 家裡面除了衣服之外 太太小姐會買 會有裙子 而且呢會買很多裙夾來夾 夾久之後夾出兩個印子 而且戶外衣服的美觀 現在教各位如何寶貝我們裙子 摺裙子跟摺衣服一樣 這邊朝下鋪平 長裙的部分把它往內收 摺裙子呢就跟摺衣服一樣 這麼輕鬆這麼簡單 三個動作呢 就把我們的裙子整理好了 而且呢 摺出來的尺寸 大大小小都一樣 這樣才能整齊漂亮 家裡面最難整理的就是 老公的襯衫 小朋友的制服 老婆很辛苦 用手洗用洗機洗 洗過碾過之後呢 皺巴巴沒有人要穿它 怎麼辦 拿去送洗 送洗一個幾次的錢 都比這件現在還要貴 現在教各位一個小撇步 灰皺的衣服呢 甩個幾下 再將上中下 三個扣子把它扣起來 正面朝下鋪平 擺在板子的正中央 短袖的部分可以不管它 長袖的部分呢 記得把它往內收 下擺的部分也是記得把它往內收 記得翻過來的時候 不要急的把它翻過去 這個小圓洞呢它不是做造型 它得到六國的專利喔 它可以運用空氣對流的原理 把厚的衣服變薄 薄的衣服把它變得更平整 留下來的只是平整的線條 我們手力量不夠運用兩隻手 就像一隻隱形的熨斗一樣 哪天老公要出差 全家外出旅遊 不用再把熨斗帶出國 你看 休息的錢都省下來囉 像說碰水沙 碰塞塞 三兩幾桶 第四兩準備鬥軟 現在教各位如何做收納跟整理這種換季的衣服 像我們手上這一件呢 它是高領的套頭衣服 我們這一個呢 先把它領子的部分呢 放在摺衣板的外面就可以了 衣服呢一樣的把它鋪平 袖子的部分呢 超粗的部分把它記得往內收 記得喔 這邊有個重點喔 因為我們這是厚的衣服呢 袖子不要重疊 要不然會泡泡 下擺的部分呢也是一樣把它往內收 記得呢 放過來的時候 輕輕壓一下 把空氣呢 擠壓出來 讓我們厚的衣服喔 更的變 變得更薄喔 摺衣服呢就是這麼輕鬆 這麼簡單 而且呢 這麼的漂亮 像這種超長的衣服喔 連掛都不好掛 更不用說去折它喔 像我們折一折這種衣服呢 也是一樣很輕鬆 很簡單 我們一樣呢 正面把它鋪平朝下 長袖的部分呢 記得把它往內收 短袖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不管它 像這種下擺很長有沒有 我們只要把它往內收 超長的部分呢 再把它往回折就可以了喔 就是這麼輕鬆 這麼簡單 一件呢 隨意呢 馬上又讓我們把它整理起來喔 這麼漂亮 阿 helemaal 呀 呀 嗯 plain 呀 呀 哪 呀